来 傅老师 你没有自尊 你也不尊重人 一个女人在一个舞台上 当着这么多人说 你吃我的穿我的喝我的 你不觉得很难受吗 我不认为这是开玩笑 开玩笑归开玩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你吃我的穿我的喝我的 这种玩笑 我认为没什么好开的 你居然还舔着脸笑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有自尊吗 你反反复复说 不把自己当外人 彼此之间关系这么好 就不太用分清你我 对吧 听上去这个逻辑 好像是对的 但是说这句话的基础是 你首先得有你的才行 你才去说 我们俩不分彼此 如果做不到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做不到 我的是你的 你的是我的 结果就是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你就是这样的人 就像你到别人家去 你不提点礼物 你跑人家说 我们很熟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我们平时的东西都是一起买的 一起买的你付了多少 你就跟他在一起这么一年 你承担了多少 如果说只是比他稍稍少一些 这都无所谓 但是听刚才的描述 你压根就是整个在占便宜的状态 那你觉得我的工资都干嘛了 不是够干嘛的问题 两个亲密者之间 本身的确不用太分得清楚你我 但是人家在大部分的一些经济责任上承担了 你不能说它是理所当然 平时我们一起买的东西 还有花销也是一起付 一起付 你付多少钱吗 我觉得有五成 是这样吗 我想问 只是小部分的花销它是有的 然后但是 小到多少嘛 比如说上车市买点零食啊之类的 这样的 你也是 坐又坐了 你跑这儿说我不舒服 男人可以有的时候幽默一些 实在也 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丧失自己的自尊 他母亲说我们这儿有房有车 你就说行啊 显然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 如果有男生特别清高 特别把这个看回事也不好 因为他自己内心把物质看得比感情更重要 但你也太随意了 哎呀这一套全活急了 老婆 房子车全有了 我还奋斗啥呀 我当时说的是我没有 就是说要这个 就是我以后肯定要买房买车的 是吗 那请你拿出点行动来呗 据他刚才跟你之间的描述 好像在秦皇岛实习的这一年 你也没干啥 对吧 李安那样的人 如果在事业的这个低落期 靠着妻子来承担经济责任 并且懂得感恩 这也没什么 人总有起起落落 夫妻之间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坐享其成 理所当然的去享受 别人给你带来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责任和照顾的话 那这个男人就是没自尊 我不希望你变成那个样子 好吗 生活当中对于有些事情 可以哭笑不得 没问题 但是对于一些原则问题 你还哭笑不得 总有一天 你一定哭得出来 好吗 把他踢出去 让他自个儿过去 就这样 好 谢谢杜老师 一定要引起注意 占便宜的心态绝对不能有 就你这个状态现在去人家 基本上没有什么父母会喜欢你 今天真是要敲锦钟了 你们的感情 没有你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男生如果就是这么一个 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男生 姑娘你是捡到宝了 但是就害怕有一类男生 叫半猪吃老虎 这个因为两年多的时间 你去判断它 人对人的判断 就是一两件事 剩下的你们 你们看吧 你们要觉得幸福 你们接着来 但是老师们把很多话 都给你们摆在桌面上了 不要认为他们是开玩笑的 好好想一想吧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确实是做得有些不好 好多问题 我没有意识到 我一直以为 就是可以一直走下去 但是我却忽略了你的付出 而且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总认为生活中 有些打打闹闹比较好 或许我应该更关注一下 你的感受 就是我应该为你付出什么 希望以后 我们可以好好的走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听到 其实我一直很爱你 可以给我以后可以一起走下去的 勇气 请开门 请亮灯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开门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